這個對我來說去理解人的心靈狀態 它現在所說的話 它是如何借用了一個上一個世紀 或者是上500年 同樣的語彙 它用一個現代的方式詮釋 可是當時的某一種權力的關係 在現在能在以現在進行式的方式發生作用 你要不斷地創造那種思想力量的生產 才可以讓我們一方面說真話 一方面去挑戰各式各樣僵化的制度 就是那個實在界 Rial 永遠都是一個動作 它是一個運動變動的過程 每一個研究者 他必須要去忠實於自己的位置 他處在什麼樣的一個歷史時空 他所面對的社會 他所面對的學生 或者國際的不同的文化工作者 我們面對我們的社會 我們有沒有這個意願去維繫這個community 讓它維持它內部的活力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知識分敬必須要做的 我也一起做好 我今天也想看看 如果我 agility身分敬起 我按摩 我就在全家人還會 代表觀眾 祝 impos